《非诚勿扰》 但这个说法也并没有一些有利的证据 如果这个节目真的是在演戏的话 那么会不会有假戏真做的嘉宾呢 在曾经一期的节目中 有一位小伙伴心动女生拒绝 却在台下成功闪魂 现状却令人十分遗憾 在这期节目中 有一位一直非常坚定的男嘉宾 他在面对24位女嘉宾的时候 非常坚持地一直在选择自己的心动女生 很多女嘉宾也对他表示了很有好感 但是他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 很可惜的是到最后 他也没能带走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嘉宾 本以为事情可能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这个故事却刚刚开始 这位男嘉宾在一哈下台后 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感情 他在私下里与自己心仪的女嘉宾进行了交流 可能女嘉宾也是对他的打动 也慢慢开始对男嘉宾有了感情 在节目结束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两个人就飞速地省婚了 要说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也让很多的观众都十分的惊讶 但是很可惜 两人结婚后不久因很快的离婚了 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让大家不得而知 很多人都推测 应该还是因为性格不合适的缘故吧 离婚后的两人也把自己的社交平台 上举对方有关的信息全部删除了 就好像两个人就根本没有在一起过 现在的两人也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男嘉宾做起了婚庆主持 女嘉宾则成为了一位美妆博主 可以说今后时候毫无干系了不知道这样的两个人 分开后会不会有些后悔了 毕竟之前两人在一起那时候也非常的甜蜜 可能是因为之前了解的不够吧 所以才导致了两人没能走到最后 闪婚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毕竟这样的关系会比较粗糕 很容易就破裂了 时间本身就非常的消磨人的感情 如果感情基础不够老 也就很容易被一些小事给磨没了 所以在面对婚姻这样比较重要的事情时 还是选择谨慎一些比较好 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要仓促地做出一个不合适的决定 非诚勿扰 小伙伴心动女生拒绝 却在台下成功闪婚 现状十分遗憾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